高雄的員警在路邊攔查一輛可疑機車 想把後座乘客突然跳車逃跑 鑽到巷弄裡面 那麼當時警方隨即跟上來追氣 幸好現場不但是有熱心民眾幫忙止入 還有人是主動借了員警機車 最終也因此讓員警順利逮捕男子 原來他是一名逃逸移工 機車行進男子驅遭攔查 兩名男子假意配合 還一度裝模作樣放慢速度 其實是在等待時機落跑 男子跳車 鑽進狹小又有如迷宮的巷弄裡 警方只好下車以跑百米的速度追氣 不只熱心提供線索 還有民眾主動借車 讓員警有如神柱 男子跑了幾百公尺之後還是被帶 原來是一名已經逃了半年多的移工 移工坦承為了多賺點錢沒有依規定回到越南 警方能夠順利逮捕人 全賴熱心民眾借車的神救援 記者楊宗明高雄報導 香港人